Hello,大家好,我是可可 今天我们学习这个小短语 辛苦了,用韩语怎么说 首先第一个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叫 好,它呢,词根是这两个字 对应的是受苦二字 受苦了 好,其实呢 这两个它对应的就是 苦生二字 也是一样的,你受苦了 好,再看下一个 这一个 是一个副词 多多的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成非常的意思 是指比类的意思 在这里呢 我们是表猜测 那你应该很辛苦吧 你应该很辛苦吧 很辛苦吧 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再看下一个 是表示费心了 最后一个 它呢是指好好的 充分的 好,虚打是休息的意思 那这一句话呢 就表示你好好休息吧 OK 请同志们跟老师呢 把这几个短语再来读一遍 第一个 还读一遍 和勇想问他 工作坨 lead utter 你 kiss ö 拥控再来 你送一遍 每天 这一次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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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 好多因 années